疼吗 我刚听了一句话 他还是有两个酒窝吧在呢 最后支撑自己坚持下来的是什么呢 是 是你想着 想再次见到观众的时候 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就好像你好久没去见人家了 你看被你空手来了 就感觉好像 我很想念他 你说我拍完这几个镜头以后 我说第二天喝水泡入五斤 我很自豪 因为那天我的亲姐姐在我家看 说 这个 电脑做的痕迹太重了 我说姐 我说你看的后面还挂着绿布呢 你知道我们一起洗澡啊什么的都知道 这个电脑做的 搞得我当时脱了 我说姐你 气死我了 她说我姐的意思是她说她知道我练到了这样 但是她依然觉得不敢相信 不可思议确实不可思议 就包括你要登全台之前那个亮相 然后我都是一直在看说 这个头配这个身子是我印象当中的甲铃吗 真的 大家看看到电影的时候 你会明白我们的那种不可思议 后面那个彩蛋一次一次的出场 那个是没有的 你知道吗 是后来因为我做测评的时候 质疑的人太多了 电脑做的 电脑做的 我心想好不是电脑做的 我才加了后面那我一次一次出场 那我一次一次出场 视拍的时候 对而且我那个视拍根本也不是为了放在彩蛋里 我那个试拍是为了让美术和摄影置景 让镜那个镜头 大家知道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镜头 但也碰巧了 刚好记录了你那几个月 每个月不同的变化 一直到真正实拍的时候 就是达到最好的状态 拍的那一条 我真正实拍的时候脱水了 脱水脱了得有八斤吧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千万不可取 脱水千万不可取 杀一个那天 脱水能瘦那么多 八斤 那我脱一个 我说我拍完这几个镜头以后 我说第二天喝水泡了五斤 那不还有三斤吗 哪里哥能屈能伸呢 我说后来我这样 我说我观察 后来两天好 你又再喝水 你再吃盐的话 他就又回来了 人家在电影上映之前 都想知道说 佳玲现在是什么样了 这事有难度是在哪呢 因为现在满大街的人谁都有手机 然后包括如果你出入一些比如机场 有很多粉丝有时候会碰到的 然后你是怎么做到就是能够保密做到这么好 因为首先我没宣布这件事情之前 其实这件事情不太可信的 尽量少出门或者不出门 只要没有人见过你现在的样子的话 如果你就是大摇大摆的走在别人周围戴着口罩 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注意到说 我没宣布我瘦了一百斤以前 是没有人往那方面想的 我去三亚还逛过街 然后去商场里来回溜的也还好 被认出来了吗 没有 我属于天选那个健身人 就是我的腿很粗 然后就是你看我现在已经就挺瘦了 但是我的下肢还是就很有力量的那种 你也知道腿部有力量的话 就是运动起来就会底盘很稳 这个对你来说我也太太简单了 这个东西 还行 也不简单啊 但你在拍这部戏的过程当中 有应该有没有用到它吧 我没有 我没有 这其实是我拍完以后 我其实一直想去攀岩 但是我的手没劲 我就总练手劲 那时候不要打拳嘛 也要练手劲万力啊什么的 那等于是因为这个项目 因为这个角色 然后你才决定要做 把自己的身形训练成拳击手 我很想表达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不想把它做成一个纯表达的东西 那你需要用一些外部的包装去包装它 然后再一个 我以前就 我觉得最后录王牌的时候好像是180斤 然后后来我涨了三四十斤 涨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舞台上 就是观众惯的 180斤观众也是 哎呦好可爱呀好活活呢 然后你就很难达到那种对生活失去希望 然后很笨重的感觉 然后我就开始吃 就一直不断的增到我觉得当时我记得增到210吧 就有点笨重了 然后就有一点人会感觉很没有精神 其实我想要的是那种感受 所以它只有那个体重才能到 我有一段时间中间挺不住了 你知道就是胖到那个地步你也很难维持住的 有一次我记得瘦了时间 然后我给自己 我让我妹子给我拍了一张照 然后发到我们的编剧群里 我说你们赶紧看一下会不会太瘦了 搜人给我回 不至于 因为我太灵活了 然后我面部表情太丰富了 就是会有那种 然后有个酒窝 所以就一说话的时候 或者一笑的时候 你不要显出灵巧的样子 对 就是我希望她感觉 她的外部和她的内心都很沉重的样子 在最开始做宣传的时候 大家总是从宣传预告片当中寻找蛛丝马迹 有时候哇这个手臂不会是甲铃的吧 然后到电影上映之后 大家看到腹肌也有 背阔肌也有 二头肌什么三头肌 什么都全户的 这个都是实打实的 因为想把 真的是想把这种惊喜留在电影里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说一百斤的话 减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也很难避免去聊这个东西 这个戏其实我甚至在我胖瘦上面 都没有下任何的喜剧的包袱的东西 只有雷佳音有一个50公斤一袋水泥 只有这一个包袱剩下的 其实我父亲包括小斐看到我 都是就很平缓的就过去了 我就都没有再去讲体重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想让这件事情 盖住电影本身的表达 但是没看电影之前还是会盖住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不出现 我不出现 热搜就上不了了 现在电脑技术那么好 你都没有想过 用电脑技术去完成就好了 就是自己真的先增到那么重 然后再捡到运动员的样子 你都没有想过用电脑做 如果你在电影院看到的是 假灵用电脑做了一个这个 你会被这个故事打动吗 因为我有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想表达的东西 它必须用真情实感 必须用血肉汗来换 现在不也很像电脑做的吗 怎么需要揍我 已经开始要揍我了 我很自豪 因为那天我的亲姐姐在我家看 说 这个电脑做的痕迹太重了 我说姐 我说你看的后面还挂着绿布呢 你知道我们一起洗澡什么的 都知道就是 这个电脑做的 搞得我当时脱了 我姐你 你气死我了 她说 我姐的意思是 她说她知道我练到了这样 但是她依然觉得不敢相信 不可思议 确实不可思议 就包括你要登全台之前 那个亮相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看说 这个头配这个身 是我印象当中的假灵吗 真的 大家看到电影的时候 你会你会明白我们的那种不可思议 我本身后面那个彩蛋一次一次的出场那个是没有的你知道吗 是后来因为我做测评的时候质疑的人太多了 电脑做的电脑做的 哈哈哈 我心里好像不是电脑做的 我才加了后面那个我一次一次出场 试拍的时候 对 而且我那个试拍根本也不是为了放在彩蛋里 我那个试拍是为了让美术和摄影置景 让进那个镜头 大家知道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镜头 啊 但也碰巧了 刚好记录了你那那几个月 每个月不同的变化 一直到真正实拍的时候 就是达到最好的状态 拍的那一条 我真正实拍的时候脱水了 嗯 脱水脱了得有 8斤吗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千万不可取啊 脱水千万不可取 沙姨哥那天 脱水能瘦那么多 8斤 那我脱一个 哈哈哈 我说我拍完这个这几个镜头以后 我说第二天喝水泡了5斤 那不还有3斤吗 哈哈哈哈 我说后来 沙姨哥能屈能伸呢 是吧 我说后来我说我这样 我说我观察 这后来两天好 你又再喝水 你再吃盐的话 他就又回来了 嗯嗯嗯 片中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啊 跟贾玲一起完成这部作品 然后我们现在要请导演贾玲啊 从你的视角来看 如果用一个词 或者一句话 或者某个图案符号也好 来形容这些朋友们 你会怎么形容 好不好 这蕾子是靠谱 靠谱 来来来 那我先 他就 他的演技给你一种 就很有安全感 好 来这个 沙姨哥 杀一个就是搞笑吗 欢乐 欢乐啊 欢乐 等一下不会出来男的字 然后就会写不了 饕铁什么的那种思量 练一练 就是今年的那个龙行 什么来着 打打 打打 龙行打三个龙 而且都是繁体的龙 天哪 欢乐 欢乐 杀一个 杀一个 每次总给我感觉 就是感觉 我老觉得他是我家邻居 就每回见到他 老一种这种感觉 然后他就 好像跟你自然的 就非常的亲切 好像不需要有那种 磨合的过程 他就自然的 就变成一很亲的一个人 不知道 因为时间太长了 就跟他时间也是比较长了 就没有 可能已经失去一些 淹死时间太久了 他演那个老板 是挺招人讨厌的 他后面也有很多改观 后面也不错 然后他就说 没想到你坚持了这么久 是吧 对 对 好 来 我们接下来 乔珊 我爹 李华人里演我爹 对 这个 有一个网友 看了一个评论说 为什么乔珊 先演爹 后演男朋友 是因为大脸盘子吗 为什么要这么搭配 对 这部戏里演你的男友 前男友 前男友 你会怎么形容他 魅力 我觉得乔珊的表演 就是总能给我一种 特别有魅力的感觉 我会觉得乔珊 他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我觉得喜剧演员 有喜剧演员独特的魅力 而且我觉得 其实喜剧演员 有一种自成一派的风格 就是那个人在那 他的那个气场 他那个形 就你把他套成不同的角色 但他的那个气场 那个形都是在那 然后很稳 很踏实 他在就很踏实 很有魅力 那有计划 下一步是不是就得要演儿子 什么 辈分越演越小 是吗 顺序演 爹 前男友 儿子 好 接下来 张小斐 他属于默契吧 因为我们俩搭档太久了 因为时间太久了 我们一起演小品 然后又演电影什么的 那他没跟你说说怎么这回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这么恨人呢 这么招人讨厌呢 嗯 没有 就是 但是他其实这种角色对他来说他其实挺手拿把卡的 嗯 他 他不真的 什么意思 本色出演 因为我们俩演小品的时候他总演这类角色 啊 就是面对你毫不手软的这种类型 对对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一开始啊 你的那个 那分量那么重 打架打不赢他 直接被他嚎倒在地 那个是蛮奇妙的一件事 那个你没发现我做了一个就是 就是他推了我一下 然后我撞到椅子了 因为考虑了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他 是因为他推了我一下 我不小心坐到椅子上 一下往下周周过去了 啊 是做这个 哦 否则就 啊 那就没有后面的事了那就 哈哈哈 对 好 来接下来 杨子 阿子是仗义 我觉得仗义 哎你跟杨子的相识是因为微博之业吗 是的 就是因为那个同框图是吗 对 就因为那个好像同框图说我坐在他腿上 然后你们这个友情的邀约是谁先向谁发出的 还是同时的 还是同时的 我是导演呢肯定是我先向他发出的 他会给我 我爱姐啊 我爱姐啊 不是在这个之前你们就比如说 哎我们那个因为我看杨子有一段采访说特别想让你当他的姐姐 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拍这部戏之前是谁先向谁发出的友情的邀约 有情的邀约 对 就比如说哎我们俩成为好朋友 反正是我先坐他腿上的 剩下剩下的事情好像我就忘了 是微博之业发生的邀约 对 微博之业好像是 我是觉得阿子真的是很仗义 因为他本身的形象跟里面这个饰演的这个痘痘反差特别大 其实我当时想了很久 就要不要找阿子过来挑战这样的角色 因为跟他本人在观众心里的印象其实差挺远的 来最后李雪芹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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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芹 但戏里是他俩的关系 他的可爱你觉得是可爱的点是 不会是戏里角色吧 哦不是 就是本人给你的感觉 人给我的感受真的很可爱 嗯 就感觉很真实 就是 嗯 就是说实话活的没有那么多的滤镜 嗯 嗯 就是他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嗯 然后一天到晚说话慢悠悠的 嗯 姐我演的咋样啊 我演的好好的 真那么姐你必骗我 哈哈哈哈 我说那你再来一条 那不就演的不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就会 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爱 在戏里面啊就是每一位演员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啊过年的时候真的走进医院去看热辣滚烫啊大家都非常精彩的演出 请问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电影上映了电影上映然后你你对这部电影你 你 你的压力更多还是期待更多因为你好李欢迎那么成功 我期待更多我想出门溜达溜达 我想见观众 我 我已经 我已经 我已经在黑暗里溜了老长时间了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全国人都知道你瘦下来了所以你再出去就会比较 我其实也还挺紧张的 我也不知道观众会怎么 嗯 嗯 谁知道呢 下一问 请问你现在最讨厌的是什么 我没有特别讨厌的事情 希望我未来的日子可以像乐园一样就是活得看心情 嗯 请问你收到过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最棒的礼物就是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现在来对我来说最棒的礼物是我爸爸我姐姐我们身体健康吧 请问你在email的时候会给谁打电话 不会打电话会听歌 有没有人总是能够把你逗笑如果有他是谁 观众吧 我说这个可能会说一段很油腻的话 我如果我能够把观众逗笑 观众因为我笑了的话我会自己会觉得很开心 嗯 很快乐 嗯 这段话虽然最油但是很真 很真这个这个一点都不要 发自废服的 对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快乐 就等你做这件事情你希望带给大家快乐 如果大家的反馈是快乐的话 对 那就是双向奔赴的快乐 太好了 就可能我们就都有这种感受 完全理解 完全理解 现在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好多呀 现在确实还挺喜欢运动的 嗯 那你现在日常维持的运动都有哪些类型 还现在还是在健身 因为不是要跑路眼吗 嗯 我是一直特别对骑自车特别感兴趣 啊 然后对跑步也特别感兴趣 请问你会上网看自己新片的评论吗 敢打开网络看看大家的 我肯定会看 我当然会看了 嗯 肯定很想看 那如果面对好的和不同的声音的话 你 你会承受得了吗 当然很很希望观众能有一些很好的反馈 但也 嗯 没有也没关系 嗯 行 接下来就是 嗯 很多时间是需要去跑路眼 然后 要迎接未来新的工作的部分了 然后加油好吗 我知道很辛苦 这个 这个过程很辛苦 谢谢你的酸菜 哈哈 希望我们这个酸菜 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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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样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 我们一起给微博的网友 在海报上签名 然后T-shirt也要签名 好 还有一个 咋的了呢 为什么弄到手指上 然后慢在衣服上 哈哈 哈哈 哎呀 他就总是断 我给你瞄一瞄啊 啊 哈哈哈哈 不是他一直断 哦哦哦对 好 可以可以 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版本 是吧 好嘞 好 今天 我们的 访问也圆满结束了 嗯 大家请一定去电影院里面 支持 热辣滚烫 然后我们再一次谢谢 导演 演员 编剧 拳击手 甲银 谢谢 票房 大麦 谢谢 你到底为什么想打拳 看着姐的眼睛 说实话 就是 想赢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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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